大家好 欢迎来到我们的明镜评论节目 今天我们要讨论的是美国副总统卡玛拉 哈里斯在外交政策上的影响力 及其在国际舞台上的崛起 虽然像大多数副总统一样 哈里斯在外交政策上的发挥空间有限 但他的个人魅力和强硬言辞 却让他在国际上广受关注 他经常出访四大洲 与超过150位世界领导人会面 并在国内外的关键议题上 展现了坚定的立场 特别是在以色列和加沙问题上 他表达了比拜登总统更为强硬的立场 哈里斯的外交政策任务 主要集中在中美洲 致力于改善当地条件 以阻止家庭逃往美墨边境 尽管他在这方面 也受到了来自共和党和部分民主党的批评 他的团队强调 他在外交政策上的记录是强大的 并塑造他为一位在全球范围内 恢复美国领导地位的领导者 那么 哈里斯是否真能成为全球领导人的关键联络人 他的外交政策立场 能否在即将到来的总统选举中为他加分 请大家继续收看详细内容 卡玛拉 哈里斯 这位个人魅力十足 且言辞强硬的美国副总统 尽管在外交政策上 没有太多发挥空间 但他在国际舞台上的表现 依然让人印象深刻 纽约时报报道称 哈里斯像大多数副总统一样 并未在外交政策上有太多建树 但他在全球领导人中树立了鲜明的个人形象 拜登总统以其国际专业知识和与全球领导人的互动而自豪 但哈里斯则以其多样的角色 温暖且坚定的作风 赢得了广泛的赞誉 哈里斯代表美国出访了欧洲 亚洲 非洲和美洲与超过150位世界领导人会面 他参加了三次慕尼黑安全会议 一个高层次的外交政策官员会面并制定西方防御议程的年度盛会 在最近几个月 他更加直接参与了讨论乌克兰和中东冲突的会议 纽约时报指出 哈里斯在国内对巴勒斯坦人的困境持比拜登更强硬的立场 但仍坚持以色列有自卫权 在与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的会面中 他明确表示不会对加沙平民的苦难保持沉默 在拜登政府中 哈里斯的外交政策任务主要集中在中美洲 拜登指派他致力于改善那里的条件 例如通过打击贫困和腐败 以阻止家庭逃往美墨边境 尽管受到共和党人和部分民主党人的批评 他的团队坚持认为他的角色更多是解决根本原因 而非执法 纽约时报报道 外交政策是一个拥挤的领域 国务卿和国家安全顾问通常扮演着日常角色 根据一些外国官员的说法 哈里斯并没有成为全球领导人的关键联络人 本周 数百名前民主党外交政策领袖支持哈里斯竞选白宫 尽管他在外交事务方面经验有限 但他们仍为这位党内假定的提名人背书 纽约时报报道称 拜登总统宣布退出竞选后的短短几天内 哈里斯迅速成为候选人 这正值全球紧张局势加剧之际 选民们迫切想知道他在关键外交政策问题上的立场 包括对以色列和乌克兰的军事支持 移民危机以及来自新兴中国的威胁 在美国对以色列与加沙地带哈马斯战争的支持问题上 哈里斯基本上与拜登保持一致 他重申了政府的立场 即以色列有权自卫 但对加沙人民的苦难表达了更为尖锐的语气 过去九个月来 加沙发生的事情是毁灭性的 哈里斯在与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会晤后告诉记者 那些死去的孩子和绝望饥饿的人们逃离寻求安全 有时是第二次 第三次甚至第四次被迫流离失所的画面 我们不能再面对这些悲剧时视而不见 他说 并补充道 我不会保持沉默 哈里斯的团队在他与内塔尼亚胡会晤后 迅速向国家安全专业人士发送了一份备忘录 强调他在外交政策方面的强大记录 日本时报报道 这份实业的文件由彭博社获得 并于周四通过电子邮件发送 旨在将哈里斯塑造成一位外交政策重量级人物 文件描述了一位与总统拜登一起在全球范围内 恢复美国领导地位的领导者 并强调他支持美国主导的国际秩序 这与前总统特朗普的孤立主义倾向 形成鲜明对比 哈里斯的外交政策记录正逐渐受到更多关注 他的办公室试图强调他在这方面的成就 特别是在对抗新兴中国威胁 和支持美国盟友的立场上 他的一些最重要的外交举措 包括与多国领导人商谈乌克兰局势 在慕尼黑安全会议上发表强硬演讲 以及在中美洲推动反贫困和反腐败措施 尽管他的外交政策经验相对有限 但他在国际舞台上的表现 无疑增强了他在民主党内的影响力 也为他竞选白宫奠定了基础 在哈里斯的外交旅程中 媒体和公众的目光始终如影随形 纽约时报和日本时报等多家媒体 对他的外交举措和言辞进行了详细报道 这些报道不仅反映了他的政策立场 也展现了他的个人风格 哈里斯以其温暖且坚定的作风 赢得了国际社会的尊重 同时他的强硬立场 也让他在国内赢得了更多支持者 然而挑战也随之而来 尽管哈里斯在外交政策上的努力 得到了广泛认可 但他仍面临来自共和党 和一些民主党人的质疑和批评 特别是在处理南部边境非法移民问题上 他的角色和行动成为了舆论的焦点 与此同时 前总统特朗普的竞选团队 也试图将他描绘成缺乏经验的人 试图削弱他的竞选势头 总的来说 哈里斯的外交政策之路充满挑战 但他以其坚定的信念和强大的个人魅力 逐步在国际和国内舞台上赢得了尊重 他的故事不仅是个人努力的写照 更是当今美国政治舞台上 一个未来领袖的成长记录 随着2024年总统大选的临近 哈里斯的外交政策能力和个人魅力 将继续成为他竞选的重要资产 也将为美国未来的外交政策指明方向 请大家继续收看节目第六度百科 对关键内容进行背景介绍 卡玛拉、哈里斯、卡玛拉·哈里斯 全名卡玛拉代为 哈里斯 美国政治家、律师 现任美国副总统 是美国历史上第一位女性 第一位非裔美国人 以及第一位亚裔美国人副总统 自2021年1月上任以来 他在拜登政府中主要负责一些 国内和国际议题 特别是移民及外交政策方面的问题 哈里斯的外交政策角色相对有限 但他在一些关键议题上 展现了独特的领导风格和立场 他以个人魅力和强硬言辞文明 并在国际社会中留下了深刻印象 哈里斯经常代表美国出访四大洲 包括欧洲、亚洲、非洲和美洲 并与超过150位世界领导人会面 在外交政策上 哈里斯参加了多次高层次的国际会议 如慕尼黑安全会议 在这些会议中 他讨论了包括乌克兰和中东冲突在内的全球问题 哈里斯在对以色列与巴勒斯坦问题上 采取了一个略微区别于拜登总统的立场 他在坚持以色列有自卫权的同时 也对加沙平民的苦难发生 强调不会对这些人到灾难保持沉默 在国内哈里斯被指派负责处理美墨边境的移民危机 特别是中美洲国家的贫困和腐败问题 他的目标是通过改善这些地方的生活条件 来减少逃亡美国的移民人数 然而由于边境非法越境人数激增 他受到了共和党人和部分民主党人的批评 他们认为他应该更多地参与执法工作 哈里斯的团队则辩解称 他的角色主要是从根源上解决问题 而不是直接执法 在对以色列和加沙地带冲突的立场上 哈里斯与拜登的立场基本一致 但他对加沙人民的苦难 表达了更为尖锐的语气 他强调 以色列有权自卫 但不应忽视加沙人民所面临的悲惨境地 哈里斯的外交政策立场 受到了来自不同党派的不同评价 支持者认为他在外交政策上 具有领导力和决断力 特别是在处理复杂的国际冲突和人道问题上 批评者则认为他在外交事务上经验不足 特别是在全球紧张局势加剧的时候 可能缺乏应对能力 总体来说 卡玛拉、哈里斯 在拜登政府的外交政策上 扮演了一个重要但不主导的角色 他的个人魅力和强硬言辞 使他在国际社会中获得了一定的影响力 但他的外交政策经验和专业知识 仍有待进一步证明 随着他在国际舞台上 逐渐展现更多的领导能力 外界对他的期望和评价 也会随之变化 欢迎大家进入六度探索的辩论环节 我们从正反两个角度 对本节目进行辩论 请出我们的辩论高手 楚天书、谢琪琪 我是楚天书 我是谢琪琪 卡玛拉、哈里斯 真是个外交政策中的多面手 他不仅能与欧洲、亚洲、非洲和美洲的领导人打成一片 还能在慕尼黑安全会议上高谈阔论 这可是连三国时期的诸葛亮都要佩服的外交手腕啊 楚天书 你这么说就像说诸葛亮能搞定赤壁之战是一样的夸张 哈里斯的外交角色还不及他的发型变化多 国务卿和国家安全顾问才是真正的主角 而他最多只是个协助者 哈里斯对加沙问题的强硬立场可是有目共睹的 他勇敢地站出来 对加沙平民的苦难发生 这可是连亚历山大大帝都要点头称势的勇气啊 拜登都没他这么敢说话 哎呀 楚天书 你这么一说 我差点以为哈里斯是超人 但事实是 他的话对中东局势并没有时局性的改变 他的发言更多是政治姿态 没有时局的政策影响 这就像是在开演唱会 声音很大但实际效果有限 但你不能否认 他在中美洲的努力也是有目共睹的 拜登指派他解决那里的贫困和腐败问题 这可是美墨边境问题的根源 这种治理能力 真是让人想起了治理江南水患的羽王呢 楚天书 您这么夸他 真让人怀疑您是不是他的粉丝 他在中美洲的努力 成效甚微 非法越境人数还是节节攀升 这就像诸葛亮北伐 战术再好 最终也没能成功 还是得回去种菜啊 谢谢大家收看六度探索 这是一个由科学家 经济学家 媒体人 工程技术人员合作建立的新型媒体 网友与六度AI参与 合作完成各种内容 这些内容不能作为任何决策或法律的意见 这是一个新型的试验性媒体方式 我们希望得到大家的支持 修正错误 网友可以参与讨论 也可以向万能的六博士提出 你能想出的任何问题 六度世界网址是六duworld 请介绍给你的亲朋好友